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瘫痪无力的弯曲变形 现在的我呢是做过一次手术的 然后我们的双手呢也是这样 弯曲变形没有什么力的 我妈妈呢是一个特别勤劳的农村妇女 在以前的那个年代 她就是这样辛勤的劳动 把我们抚养长大 刚刚开始我发的视频呢 就是还是有好几个上了大热门 但是收益呢都比较低 到后面呢我也自己在摸索 就是自媒体道路 然而呢我却不是那个幸运的人 自媒体呢真的是没那么简单 自己拍摄自己剪辑 还要自己去想题材 对于我来说拍摄视频呢 是非常艰难的 正常人拿着个自拍杆都要跑来跑去 何况我还要处则两个双拐 我是长级人 我的双脚本来就没有力 每一次站起来都非常的艰难 可是我也一直在坚持 像昨天我和妈妈去地里面的时候 我回来拿了个椅子 一不小心摔下去了 自拍杆也坏了 从开始拍摄视频 我都不知道我买了多少个自拍杆 我的家里面呢 都是有两个自拍杆在做准备的 因为我是经常的摔到 一天不知道要摔多少次 这对于我和妈妈来说 就是家常便饭 这自拍杆呢也经常会因为摔跤 就是有的时候是自己 就是用久了 那个自拍杆就不行 又坏掉了 昨天呢是摔下去 就把那个自拍杆压坏了 妈妈呢经常说 我钱没有挣到 每次呢都是去买这些设备 想想真的是很心酸 做自媒体那么久了 真的钱没有挣到多少钱 可是我自己又做不了什么 我也想着自己拍摄视频嘛 每天多多少少的还能有点收入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迷茫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